请不吝点赞 订阅 ille宝账 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又到了我们祷告会的时间 虽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向神祷告 但当众圣徒能够一起 来到主宝庐前祷告的时候 总是让我们心里面特别特别的喜乐 虽然时间空间把我们分开来 尤其在避疫的期间 让我们连到教会都不能去 但是感谢主 我们内住的基督 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和圣灵是超越时空的 所以希望晚上我们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 我们真的跟众圣徒一同到天上 到主施恩的宝座前 来亲近神 也来向祂祷告 同样的我们信心不仅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 带到天上 我们更希望有一个更大的信心 能够把天带到这个地上来 这个劳苦愁烦 充满了这么多痛苦 这么多伤害 这么多危机的一个世界 需要耶稣 需要福音 让我们借着祷告 能够把天带到地上 让神的旨意通行 神的同在 神的救恩 能够临到更多的人 我们晚上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唱两首的诗歌 那这也是从前诗歌的重播 他告诉我们 让我们能够一起 不光劳苦但重担的 可以来亲近主 连那些所有饥渴慕意的都来 让我们一起来注目耶稣 也让我们因着注目耶稣 不仅仅进入慢泪来亲近神 我们更愿意出道颜外 能够跟随主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 在主的面前 能够一步一步的 好好地往前去 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 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主啊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永远地同在 也谢谢你把祷告的权柄 吃给你的教会 让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在这里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更让我们喜乐的是 我们来到的是施恩宝座前 是那位坐在宝座上 要施恩点的神面前 主啊祝福晚上的 这一点点的时间 也祝福我们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听这段信息的人 让我们都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 进入你的同在 在你的脚前 瞻仰你的荣美 在你的脚前 聆听你对我们说话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开始唱这首诗歌 碧槽 祂 祢像安息 祢的满足 翻几颗牧蚁 来寻求耶稣 比相干全 比得宝主 注目看耶稣 定情看耶稣 圣洁公义主 释迦上耶稣 注目看耶稣 定情看耶稣 圣洁清清楚 跟着祂照顾 跟着祂同步 翻几颗牧蚁 来寻求耶稣 比相安心 比得宝主 翻几颗牧蚁 来寻求耶稣 比相干全 比得宝主 注目看耶稣 定情看耶稣 圣洁公义主 释迦上耶稣 注目看耶稣 定情看耶稣 千倍请敬注 跟着祂同步 跟着祂同步 主耶稣 让我们都能够转眼来看耶稣 来仰望祢这位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沉重的耶稣 特别当我们的眼目常常被别的事物 所搅扰 所吸引的时候 我们求祢给我们一个恩典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里面的力量 能够转向耶稣 把我们里面的人来转向耶稣 当我们一仰望祢 我们就必得救 主耶稣说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 第十五节 也这么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 有的时候 我们会对我们所遭遇的环境 会有一点的困惑 但是在传道书 这位作者写得非常的好 他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神造万物 各按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在他的时候 他是万物都美好 让我们在听信息之前 好不好 我们接着这一首诗歌 重新举起我们的眼睛 也重新把我们的信心 放在这位是万物都美好 在他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来等候他的这位神 在祝福时刻 在祝福时刻 他是万物美好 求助每天地信火 求助每天教到我 一切食物都有主 你是我 因为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oh please show me every day as you're teaching me your way that you do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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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your time Lord my God to you I bring pray each song I have to sing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把我们自己也献给你 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你 求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唱诗 能够感恩 能够来赞美你 借着这样子 一个逃你喜悦的生活 我们在信心中 仰望你的时候 能够早一点的 来到我们的中间 来到我们的中间 在主地时刻 在主时刻 祝愿我所欣赞美你 祝愿我所尝诗可 有梦主所欣赞美你 在主时刻 感谢主 我们不仅仅在主的面前 亲近祂 张扬祂 刚才的诗歌也告诉我们 In His Time 祂要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时间 这一段的疫情 真的是人生中的大事 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不要浪费这一次的疫情 尤其这么大 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 没有在这个时候 被主好好的来改变 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中心 优先顺序 人生存的目的和价值 如果都没有在这些时间 被主来调整 丢子妹 我们真的是浪费了这个机会 人生没有几次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好好的渴慕住 爱住 抓住这个不多的时候 好好的来经历住 上个礼拜 主日 一大早有机会 能够跟欧洲的弟兄姊妹 或是一些其他地方的 弟兄姊妹 透过Room 有一点的交通 在这之前 张杜嘉牧师 曾经跟我交通到 他们在欧洲 有一个那么爱主的传道人 在做校园工作的 那么他也是感染上了 那么原来也都好好的 顶多就是咳嗽 发烧 但是在星期天 3月24号的下午 他就突然一下子恶化 呼吸困难 那么他们就赶快想办法 找人急救 叫救护车 那么结果 抢救的时候 一个小时 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才42岁 两个孩子 一个四岁 一个11岁 留下妻子 留下孩子 说走就走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被关在家里面 被保护得好好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嫌烦 很多的时候 巴不得赶快出来 可能我们工作上 碰到一点压力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弟兄姊妹 神为什么还把时间 把生命留给我们 其实要离开太容易了 你看光美国 现在都已经 七万个人 离开这个世界 短短的这两三个月 七万个人离开 而且130万个人感染 也是可以随时 说走就走的 我听到了好几个例子 都是原来还好好的 一下子出事的时候 说走就走 所以弟兄姊妹 全世界已经 360万个人感染了 25万个人 因着这个病离开世界 但是真正的数据 可能比这个还多 那这些事情 难道一定要发生 在我的身上 我们才会醒悟吗 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里面 不是这么样子的 盲目肤浅 跟被仇敌蒙蔽 我们一定要醒过来 要抓住所有的机会 好好地来经历神 礼拜天我们讲到 主乃活死 彼得把我们形容得这么好 主耶稣就是这个 Living stone 石头应该是死的 石头应该是没有生命 是刚硬的 是冰冰冷冷的 但是主耶稣是Living stone 而且也让我们都成为活死 你们充满了耶稣基督 属天的生命 也让我们能够 不仅仅有这么伟大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也让我们有份于 神那个伟大的计划 就是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工 成为他借着圣灵居住的手在 而耶稣是宝贵的根基 耶稣是宝贵的仿角石 耶稣也是那一块 释药过的石头 弟兄姊妹 这些信息一点不抽象 离我们实在是太近了 而且是可以给我们 带到我们生活里面 所有的招育里面 所以今天我是希望能够 接着主日的信息 然后我们也 从这个圣经上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历代 历代至上十四章 从大卫的一件事 一个招育里面 好像给我们开了一个窗户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人 他为什么被圣经上 被称为和神心意的人 这个人 为什么他的生活 能够蒙神悦纳 被神祝福 甚至被神重用 大卫也是非常败坏的人 对不对 你看他认罪 他说我在母亲怀我的时候 我就有罪了 他犯了那么可怕的罪 他也会骄傲 他也会有诡诈 但是弟兄姊妹 就是在这样子的罪人身上 在保罗自称是罪魁的人身上 在彼得三次否认主的人身上 主能够在他们的身上 不是他们没有软弱 而是他们认识神的恩典 他们让神的工作 能够在他身上 能够通行 就连管教 折打 审判 他们都服在神的手下 今天我们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 不仅只是来看大卫 我就巴不得 这一个遭遇 能够跟我们主日的信息 跟我们这一段的信息 能够连在一起 就是怎么样子 我们能够一步一脚印 踏踏实实 很真实地走在主的面前 不要再绕行了 不要再浪费日子了 不要再只是我们头脑里面 知道了很多 但是我们却活不出来 弟兄姊妹 当我看到网络上 看到报纸上 不管是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 有那么多消极的谈论 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我觉得我们没有学到 好像没有学到该学的功课 今天早上我跟余淑姆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是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 希望我们在这一个疫情里面 不仅仅不浪费 让我们真实被改变的够深 够真实 能够够持久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改变不够深 不够彻底 这是今天早上祷告一个很深的感觉 不能说我们没有改变 弟兄姊妹 改变算不了什么 谁都在被改变 我们被限制 不能出门 不能出去海边 不能自由聚会 我们都不在经历改变 但是我们说的改变是transformation 是一步一脚印的跟随主 让我的生命在每一步的 对主的信而顺服 对这个活时的经历 让我的生命被改变 我的价值在神眼中 照我的价值能够被提升 这是我们盼望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 历代字上十四章 一共十节一个小小的故事 这段的故事在 撒末尔记下第五章 也记载了几乎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读历代字上十四章 第八节到十七节 菲利斯人听见大卫寿高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菲利斯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 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 菲利斯人来了 不散在立伐英古 大卫求问神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菲利斯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卫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菲利斯人来到巴利 皮拉辛 大卫在那里杀拜他们 大卫说 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 如同水冲去一般 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 菲利斯人将神像撇在那里 大卫吩咐人用火烧了 菲利斯人又不散在立伐英古 大卫又求问神说 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商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商树烧上 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菲利斯人的军队 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 攻打菲利斯人的军队 从鸡变直到鸡舍 于是大卫的名声 传扬到列国 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故事 我们只能够很快地点到为止 看见他有大卫是怎么样子 去回应他人生中的一个危机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对神的态度有什么地方 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是一个榜样 那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以后 我们怎么样子把它带回到 今天你我的处境 然后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真的很真实的 一步一脚印的 随主往前去 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 大卫在凡事上求问神 对不对 甚至是在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抽敌来攻打我们 我们本来就应该去对付他 他连在这样子的征战上 他求问神 表明他对神的尊重和倚靠 而且更难得的是 其实大卫的军队 那么多天下各个支派的大人勇士 都来投靠大卫 大卫本身也是大人的勇士 然后国家的军队几乎上百万的 大卫如果要去打飞机士 那是举手之劳 非常容易的事情 可是他在这样子的事情上 他都谦卑地先在神的面前祷告 求问神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百夫长做决定 我两个礼拜前已经讲过了 已经表达出 我们今天生活里面 在太多的事情 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求告神 求告神不是因为怕错 怕损失 怕被神管教 求告神的本身就是一个尊主为大 对他的尊重 对他的信任 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在今天里 我的生活里面 包括在疫情的中间 我们都应该对主有一个 从心里面出来的依靠 第二件事情 菲利斯人来到巴黎 皮拉辛 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 大卫说 神借着我的手冲去 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 因此把那个地方叫做巴黎 皮拉辛 当然大家可能会误会 是仇敌先来这里 所以才叫这个名字的 这个历代字是在 以色拉被鲁归回的时候写的 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是很有名的 叫做巴黎 皮拉辛 是大卫给他取的名字 大卫在这里说 是神借着我的手 换句话说 他一点不偷窃神的荣耀 他把得胜 之所以得胜 所有的荣耀归给神 他说我不过只是个器皿 我不过只是一个运河 channels owning 流出的丰富是神 能够满足人 能够供应人 能够带下神大能的作为 那全是能 他说神不过是借着我的手 冲破敌人 所以他给那个地方取了名字 叫做巴黎 皮拉辛 Master of Breakthroughs 就是好像整个东西能够有流转 有突破 是因着神 所以我们有一阵子讲到 这个成为神流转局面的器皿 我们特别讲到 其实真正要来流转局面的是神自己 但是神要先得到合用的器皿 一些信任他 顺服他 肯把自己奉献 交在神手中的 神要来流转局面 那么神自己来祝福 神自己来做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 流转局面不见得是要像这种大征战 流转整个全世界的疫情 在你我周围有太多的人 太多的局面需要我们流转 全家都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样可以把局面流转过来 当小主聚会低沉 或是彼此之间有矛盾 有冲突 讲消极的话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流转局面 今天的祷告或者剥柄 这么下沉 这个好像死沉沉的 怎么样子应着我们的祷告 应着我们顺服神 让神可以透过我们 把整个局面点活了 流转过来 我讲的都是我经历过的 我好几次在剥柄的时候 听到一个弟兄一个姊妹 一两句话那么真诚的祷告 我整个的心被提起来 弟兄姊妹 把荣耀归给神 而且相信我们的神 是流转局面的神 祂是带来突破 带来breakthrough的 所以祂把这个地方取名字 叫做巴利匹拉辛 Master of Breakthroughs 还是复述的 我们的神一生都要来流转我们 第三件事情 菲利斯人把神像撇在那里 大卫就吩咐人用火 把他给烧了 在这里告诉我们 大卫谨守警醒的态度 一点不给魔鬼留地步 菲利斯人把偶像丢下来 把神像丢在那里 你知道他们做神像 都是用最好的装饰品 或是用最好的材料 甚至是金银宝石 做神像 而且他们这些神 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有人是让你 家里财富可以增加 或是你生不出孩子 都可以生孩子 农作物可以丰富 每一个神像背后 都有一张 他们所期望 所隐藏的祝福在那里 所以菲利斯人 就把神像丢在地上 友子妹 大卫在这里 非常谨守警醒 不让神的百姓 落到陷阱 不给魔鬼留地步 得胜之后 是很容易骄傲的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不见得 有什么看得见的神像 但是神就让我们去 好像在这里沾沾自喜 不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我们得胜的时候 尤其要小心 失败的时候 我们还会谦卑地靠住 得胜的时候更要小心 所以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 这个索多玛王要给他 那么多的财物 他说我连一根鞋带都不拿 免得让人说 是你叫我丰富的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刚讲过 基督是试验过的石头 他在凡事上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友子妹 今天我们每一天 都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 在这里仇敌试探我们 神在这里显明 在这里试验我们 都是为了让我们 真的是成为活石 成为宝石 可以用来建造灵宫 成为神 伟大的神 同在跟居住的地方 第四件事情 非利斯人打败了 走了 不久以后又回来 圣经上告诉我们 十三节 他又不散在立法因果 这个仇敌回头的力量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 仇敌是never give up 仇敌从来不放弃 除非你我先放弃 先放弃 当我们放弃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他的 手下俘虏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我们 他就不需要再来攻击我们 所以为什么大卫一做亡的时候 非利斯人马上来 因为他知道谁属灵 知道谁祝福 是被神祝福的 是要被神使用的 那些已经是他阶下求 是他俘虏的 他可以任意的羞辱 任意的使用 任意的挟制 他根本不care 所以弟兄姊妹 当仇敌一再地回来 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感谢神 因为知道他在乎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 神继续的工作和祝福 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 也不要因为怕仇敌 而我们不敢爱主 那你根本就是他手下败将 是任意他输入的 所以我们要起来 然后我们也要警醒 仇敌never give up 不要以为我今天得胜的 可以保证我以后的得胜 耶利哥的得胜 不能够保证爱成一定得胜 要在凡事上谦卑 凡事上讨行喜悦 不可以有当灭之物 这是菲利斯人回头 第四件事情 第五件事情 我们看见 当菲利斯人又来的时候 大卫又去求问神 他没有因为从前得胜 精力还在 就起来继续打 他马上还是尊主为大 来依靠神 来求问神 那么神就告诉他说 这次不要一直的上去 要绕到他们的后面 从桑树林的对面打他们 我想我们也应该学习 不要以为我的经验 我过去怎么样子可以得胜 怎么样子可以得到 很好的服事结果 我就一样画葫芦 就一样得胜 应该在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来认定主 主喜欢我们这样子的尊重他 尤其在不同时候 神可能带领的方式 做工的方式不一样 这一次是用绕城 完全不要打 耶利哥就倒了 但是打爱城 打南北王 那是要派的军队 要怎么个打法 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学习 在一切的事情上 来求靠神 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从心里面 出来的信任和尊重 第六件事情 主告诉他说 你听见桑树梢上 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出战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非力士人的军队了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对神 有一个很敏锐 聆听的耳 那么神常常已经走在我们前面 我们怎么样子知道 神什么时候动呢 怎么个动法 那我们要配合 要跟随 所以我为什么讲 一步一脚印 谁主往前 很多的时候主都往前了 我们还在说 主啊 该怎么走 下一步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主已经走在前面了 所以大卫要有一个聆听的耳 这个神的使者在桑树梢上 那个清宫比中国的清宫还大多了 桑树梢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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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上听到就要起来跟 因为神已经走在前面 比我姊妹 今天教会很多时候不能复兴 很多的工作 带不下神的祝福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敏锐的灵 去跟随主 去聆听 去顺服 去跟随 去相信 神说我在你前面已经过去了 所以大卫就放心地跟随 但是他非常谨慎地 聆听神的脚步 比我姊妹 我不晓得今天在你我的生活中 尤其在疫情里面 有没有听见神对我们说话 神常常对我们说话 圣灵对我们说话 读圣经的时候 主对我们说话 听到的时候 神接着信息对我们说话 弟兄姊妹 要有聆听的耳 要有顺服的心 简单地相信 绝对地顺服 第七个 大卫就尊着神所吩咐的 看到没有 他有再一次的 完全地信而顺服 所以他被称为 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十度行传十三章 神特别说 我寻得了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在凡事上 都要遵行我的旨意 所以主耶稣是宝贵的根基 是宝贵的仿角石 又是试验过的石头 这个伟大的生命 今天在我们里面 他要成为我们的依靠 让我们学习尊重他 他是我们的准神 让我们学习在凡事上 聆听他 让他来调整我们 让他来纠正我们 而且我们一路往前去的时候 仇敌也不放弃地 要来攻击 要来破坏 一再地要把偶像丢在地上 或是要把其他的事情 来搅扰 来攻击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 基督也是我们试验过的石头 所以主还把时间 机会留给我们是恩典 所有的机会都要过去 让我们更加的谦卑 认真的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深处 生命的情形 也面对自己跟主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都勇敢起来 一步一脚印地 跟随他的脚踪行 好让我们脚掌所 他之地真的都成为我们的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再次谢谢你 这位伟大的主 那样子的降碑 住在我们的心中 你不光在这里与我们统在 带领我们 保护我们 主啊 你更是在我们 这样子一个卑贱 不像你的人身上 一直做改变的工作 你是那块仿角的头块石头 也是宝贵的仿角石 成为我们一切的准行 让我们真的是 唯有基督 永远是基督 成为我们的标准 成为我们的中心 也谢谢你 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 虽然仇敌有那么多的攻击 试探 伤害 但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不仅得胜 而且要得胜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也祝福我们底下 所有各个小组分区 继续有的祷告 让我们接着这样子的负担 我们把它化成祷告 为神家 为神国 为全地求更大的祝福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那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